那么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呢 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他就是我身边这位刘海先生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刘海先生啊 那刘海先生真的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因为他在今年的11月15日 将参选我们列治文教育局的学务委员一职 真的是走向这个从政的这样一个道路 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骄傲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刘海先生来到我们演播室呢 是也希望刘海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在加拿大的经历啊 包括您的过去的经历 以及您怎么走上这个从政的这个道路 跟这个竞选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了 那刘海先生 您在这个加拿大多久了 我呢是2002年5月17号落地加拿大的 到今天12年了 12年不短的一个日子 那我们当时来加拿大之前啊 您是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呢是天津人 90年考到了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 然后大学四年毕业之后呢 我就分到了广东 然后因为工作原因后来又调到福建 然后最后我是从北京移民到了加拿大的 在国内工作了多长时间 我在国内工作时间呢 差不多将近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 然后移民 那我们其实很想知道 因为就是移民的话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您之前的工作遇到什么问题 还是有什么样的梦想跟想法呢 当时您在国内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能跟我们讲讲吗 可以啊 这个很坦率地讲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英语系毕业的学生 英语专业学生呢 他们都有一个出国梦 当然了 我的很多同学呢 都纷纷走到美国呀 英国呀澳大利亚都出国了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 也希望有机会呢 能到国外来深造 或者生活或者工作 所以说就有了这个想法 有了这个想法 对 那您当时在国内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呢毕业呢 学英文专业呢 当时呢 一共有几个方向 比如说做老师啊 然后还有呢 是做外贸 那我就选择了做外贸 就开始做生意 那我呢代表这个韩国一家企业 叫三星集团 在中国做贸易 那应该比较赚钱吧 听起来 待遇还好 这个也是当时跳槽的一个主要原因 给你讲个小故事 这个1994年我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毕业留校的 在川大做老师的同学呢 一个月挣151块钱 我呢分到特区 在国有单位呢 当时是570块钱 特区待遇已经比内地 比成都要好很多了 对啊 但是我从这个国有单位进了外企呢 我当年的收入就3000块钱了 就不可同时而已了 那真的是很可观的一个收入 在90年代 在94年 94年对 那个时候3000多块钱 真的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是是是 那看来这样说来 您在国内的这个至少工作方面 还是很顺利的 对吧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发展 当时呢这个年轻气盛吧 就像主持人一样 刚刚你呢就非常年轻 那个时候呢 在社会上呢 也是非常闯劲的 所以呢我们愿意学一些新事物 这个跟这个前辈学如何做生意 所以我们生意进展呢 还是很好的 那您当时在生活方面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这个呢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呢从大约一年级呢 就认识了我的太太 是我同班的同学 我们在一起交往了四年 那我分到了广东 他就分回了天津 我们都是天津人 第五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订婚了 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 已经足够长了 那第六年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女儿 就在国内出生了 那看来当时在来加拿大之前 在工作上生活上 其实都是非常顺利跟美满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 非常顺利的情况下 能够有勇气再走出去 看看其他的这个 看看这个国外的世界 真的是很不简单 那当时我想就是 您来到加拿大12年前 然后当时是先到了哪里 这个我呢 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温哥华 也没来过加拿大 这是第一次出国到北美 那我呢是通过互联网 在列治文订了一个家庭旅馆 我落地呢 从机场打出租车 就到了家庭旅馆 在家庭旅馆住了五天 我就找到了我的第一个公寓 租了一个公寓 就是在我们Westminster Highway 和这个Gilbert这路上的 这个老一点的公寓 我们在那住了三年 我想那印象肯定很深 记得很清楚 虽然都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对 那我想刚刚来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对不对 那我们虽然说这个温哥华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但是我相信刚来的时候 从国内的这个环境过来 那肯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心境啊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也经常回忆当年 十二年前落地温哥华的情景 你知道我来这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这个可能跟现在的我们很多大陆移民的感觉不一样 对 当时我落地一看 遍地都是插盘卖房的 所以就给我感觉 当时我说我是不是来错了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么多人插盘卖房 他们是要回流的 实际当时赶上了香港很多移民 因为香港的经济在回归之后发展的很好 所以大家就离开温哥华又回到香港去了 所以那时候温哥华是一片卖房的声音 所以我当时想既来之则安之 干脆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就继续留下来 能够在这里一点一点地开辟自己的事业 其实当时也遇到了心理上的波折 说我到底来对没有 是是看到那么多人卖房 总感觉这个城市是一个让人逃离的地方 感觉是不好的 可是后来慢慢的我们找到工作了 然后交了很多朋友融入社区了 这样的话慢慢感觉就觉得加拿大 是非常值得我们一生来居住的地方 就是慢慢的爱上了这个地方 其实您说的我感觉虽然您说的比较顺利和轻松 一个过来然后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我相信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肯定有非常多的困难 对吧 那当时您觉得是碰到什么样的最让你觉得印象最深的困难 跟不适应的地方呢 我觉得新移民来这边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家庭落地的问题 就是福气团聚 然后孩子跟全家在一起 然后找到合适的居住的地方 然后能够把家落下来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新移民当时是个挑战 不过对于我们还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英语专业毕业的 生活方面能够很快的就融入到社区里了 新移民遇到的第二大问题 特别是技术移民遇到第二大问题 就是找工作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困难当时面对 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我那个时候呢 我是当时是刚才讲的叫年轻气盛 因为我觉得我英语视频很好 我和国内的很多国外的公司都有很好的交流 所以我当时希望在温哥华能找到一个和国内相对应的工作 做外贸 做进出口 都为大公司服务 可是到了这边就知道了 这边的工作机会真是太少了 尤其是2002年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的 最后呢 我们只是从一些这个简单的服务性的工作 比如说我到了一个电话公司做客服 给他们接电话打电话 我是从这样的工作开始进入我们的职场的 那当时心理落差应该很大吧 我就把这个做一个历练了 当时我也很开心 我说我到底看看我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我每天要和老外用电话里沟通 那如果你的英语不好的话你跟他们沟通不了 对 那最后我发现好像我的英语水平还可以 可以 我跟本地人讲话呢 很多本地人的英语讲的还不如我好 因为他们可能也是从外地移民到了加拿大的 那看来跟您的这个英语专业语言的这个比较比较强的优势 还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从您当时到加拿大到找到您的第一份工作有多长时间 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也是不短的一个时间 是不短的一个时间 中间一定经历了很多心理上的这个感觉不适应跟困难是吧 对 因为当时每个新移民 这个我相信很多新移民都有这方面的了解 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还要同时管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你考驾照 你不能开车没有驾照你是找不了工作的 所以你上来要先考驾照 然后你还要和各式各样的找工作的中介去联络 比如说你要到中桥或者是政府办的一些 这个Jail Bank你去登记和他们进行沟通 然后你才是能找到一些工作的机会去面试 然后和不同的行业接触 来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行业 你开始落地发展 我感觉刘先生可能真的是非常有非常积极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很多新移民过来找工作 可能都会有一个心理的落差 觉得可能我在国内收入也不错 职位也不错 过来之后我可能做的是相对低一点的工作 那可能心里会比较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刘先生可能想的更多的是 我要历练自己通过这些工作 找更多的其他的机会是吗 这个很坦率地讲温哥华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地方 我跟你讲的有很多现在大陆非常有名的人 当年都是从温哥华出去的 我知道当年徐晓平先生也是在温哥华打工 最后回流到国内 现在也成为一个我们大陆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人 对 看来您当时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历练 然后通过第一份工作之后 您又是怎么样去发展自己在这边加拿大的事业的呢 我因为在国内一直做进出和贸易 也是有做投资的经验 我们自己在国内当时也有一些小企业 所以我们第一年第二年 主要是通过一些工作来了解这个社会 所以除了电话公司 我当时还在理财公司做过大概两年的时间 两年之后我就自己开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那开始做投资 做贸易 后来我的公司就开始延伸到美国 最后就延伸到大陆 所以在选举之前 我是在温哥华 美国 大陆之间三个地方 经常要进行穿梭 就像空中飞人一样经常到处走 那生意也是越做越大 从咱们就是您在公司里工作两年多之后 开始了自己的生意 然后直到现在在各个地方都有了自己的生意跟事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跟不容易